欢迎大家收看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2024年10月6日 沙田赛卖的赛事 这次我们的系列 就叫做出赔率后必买之损 看看出赔率后 有哪一支博的 就和大家来买 而至于我们买到的场合 其实就会是这一场第九场 这一场第九场 是我们的三班千年卫草地A难的赛事 今场马也有很多马 大家可以看到 有13只马来跑 都相当多马 而在这一场这么多马的场合上 居然热到两颗马上 分别就是5号的 开心宝宝 和6号的爱马线 这两只马今次都非常热 一只热到毒赢度 只有3.0倍 毒赢 另外一只热到它的位置 外马线今次只有1.5倍 这两只马今次都非常热 热到红了解感款 还要这么多马都这么热 热到这么交关 到底这两只马值不值得来买呢 我们先和大家来看 先看这只 开心宝宝 这只开心宝宝 今次用到潘顿来骑的 用潘顿来骑的 骑连配搭 因为这只马 曾经由潘顿骑过 都赢过 赢过那些沙田组里 12米的四班赛事 当时热到1.7倍 热得很热 接下来 再用潘顿骑 热到3.0倍毒赢 其实我觉得挺合理的 因为这只马 潘顿赢过 而他最近都经常性做大热 只有3.1倍 1.7倍 3.2倍 他经常做一只大热的马 你又用分野马发档骑 热到3.0倍 我觉得合理 这只马赔率 都可以 都合理 但未来的一场 我们会否选择他 老实说 今场马 我就不会再去选 这只开心宝宝 不是说这只马没有实力 这只马 如果你看他赛绩的话 他都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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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三班最近都拍了 跑沙田组里 123班拍了 看下来都可以 接下来 相同路程班 和长期照片都可以 真的可以 但是为什么都不选择他 原因就是 这些马太热了 热到3.0倍毒赢 我觉得不是这么划 反而你说买到他位置 可以 买到位置 反而可以 2.1倍 我觉得挺划算的 但如果你说买下去 他的毒赢度 我觉得就未必了 因为这只马 我觉得他能够 入到三甲 在三班 但未必 这么容易 赢得到 这些马 因为这只马 其实 最近 一上到三班 他都输了 他都跑过 第二名 就是 即使用划算 也好 再次去到三班 跑 其实这只马 在三班 那个竞争力 都没有四班 那么大 你记得到 在四班 虽然划算 赢四分三个马 但去到三班 他是输人 两个多马 位 到输人 两个多马 所以这只马 在三班的竞争力 不是那么大 三班 部速不同了 今天不是那么容易跑 所以 接下来 他上到三班 即是继续停 在三班 我都不买他 独赢的了 买他位置 可以想的 即是买他 连赢及位置 那些 我觉得还要想 但今次我们买到独赢 位置 我就不选这只马 我宁愿选 同场的难马 甚至说 这些外卖 我都没有选到 为什么不选他 又是因为他太热 而且他不准 是吧 这只马 热到这么交关 但他上季 整季都没赢过一场 是吧 田太空 其实他又不是好 这只马 赢来赢去潘顿 是吧 田太空最近都跑过第二 所以我觉得 这些马 其实也不是说 这么划算 除非今季 他进步幅度很大 是吧 但是 赢进位马房的马 是不是真的 那么容易 在新一季 就立即赢得到呢 那 未必的 是吧 所以今场马 我没有选到这些马 真的 在同场上 拼回懒马来去买 因为今场马 真的找到 几懒的马 去到选择 今次这只马 的赔率 挺好的 说的是哪一只呢 说的是有20倍赌赢 4.8倍位置的马 即是说 这只11号的 自跑得 我觉得这只自跑得 今次呢 是挺值得来买的 因为 无论他赌赢 位置都很好分 是吧 位置的赔率 可以说是可以披荡 window 更好分 你那只开心宝宝的赌赢 而 他那个位置 也都接近 说着 爱卖善的赌赢 是吧 即是说 他那个位置 是拍得上 同场 两只 大研瓣匹 所以我觉得 这些马 非常抵薄 完全是可以披荡 的 再加上就是说 这只自跑得 其实我跟你说 都不弱的 虽然就是说 你看下 他的赛资马马 你看到他赛资 可能你 选都不选他 这只马 上季和今季 跑出来的成绩 什么又第九 又第七 第六 跑到垃圾 那样的 是吧 可能你会说 看赔率也是 又衰的 24倍 27倍 61倍 28倍 继继都做大懒 是吧 二十多倍 六十多倍 都可以出来的 这些倍率 所以就说 喂 这只马又懒 采职又差 为什么仍然选这只马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 这只自跑得上将 阿星仔 如何骑他 跑这些菊草 千年为三分赛事先 这只马上将是 九十八号来跑的 今季跑过的 自跑得 就是 排着十当的 这里 这只就是他 留到最后 九号马匹 灰心 粉红没有 红色针锤 主要做的 大家可以看看他怎么跑 这只自跑得 今场是留到最后来跑的 留到这么厉害 被动 其实这只马怎么跑 你会说怎么跑 这些马真的很难跑 你留到这么厚 因为如果你有留意 当日的场地形势的话 你都会留意得到 其实 不是说 你那些后上马 来跑的 这只马 留到这么厚 被动 其实是很厉害的 当日是很厉害的 你再看这些时间 都看得到 是吧 是一些很慢步速的赛事 今场是一些极慢步速的赛事 慢步速就不来追 但居然这只自跑得是什么 自跑得 居然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 在后面 包了大尾的位置 冲倒回来 最终跑过第六 是吧 在谷草 谷草食慢步速 后上能够杀到 回来跑过第六 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 其实根本上 在今季 摆到明 就是说 比上季进步了 是吧 你看它 上次排着个烈荡食慢步速 都这么行 都叫近 那只输给那些勇敢巨星 添开心 那我觉得 未来这一场 他对着这些马 跑回三班 沙田的千二迷 转场地 转回沙田来跑 我觉得这只马 更加大竞争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只马 上场 冲得很厉害 你吃慢步速 在谷草都冲得好 你比沙田冲 更好 是吧 喂 你其实 比更大冲程 他更好冲 这只马 所以就说 未来这一场排 十三档的烈荡 貌似是很借底 很难发挥 但是这只马 是不是要留后来跑 你留后来跑 你就不需要太 太担心 他乱不烈荡 是吧 他反正都焗流 反而就是说 你看看 金场马的形勢 金场马的形勢 你看看你怎么样 其实多快马走 我跟你说 你看看有什么快马走 福国宝要走的 竞争先锋要走的 乙竞力要走的 爱马船要走的 那些什么七彩云珠要走 比特星要走 甚至说 其实开心保保 都有机会走 之前赢马潘顿 就放在这里走 是吧 所以金场马 你数一数 哇 有七只马要走 这么多马走的场合 随时步速拉快 拉快了 步速 就利用这些厚上马来对冲 对吧 那马一真的 哇 吃过快步速的 这些烂马都随时跑得到 所以我觉得 今场马真的 烂马不怕薄 这些马 其实没有一只马 真的特别标青 特别好的 你看看 自跑得最近的这个第六 第六 都叫做贏得得心之宇 这些马 是吧 得心之宇是跑到 跑完大尾 输给自跑得的 但得心之宇 其实曾经 啊 在上季季尾 那场三班呢 他跑过第四 他不就跟那只大叶满 来着 大叶满 开心保保跑过 得心之宇跑第四 开心保保才跑第二 是吧 其实老实说 那只开心保保都会贏得心之宇 不是很多 贏他两个马 贏到两个马匯而已 也没两个马匯而已 贏他两个马匯而已 那只跑得也好 那只得心之宇 开心保保又跑得好 得心之宇 两只马都差不多距离 赢这么多 你看看 当时自跑得 通常贏得心之宇 有几个马匯 是吧 贏几个马位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秤马的话 说真的,你的自炮德 也不是说弱的 也不是说弱的 所以,今场马呢 我可以拖着冷马来试一试 选择11号的自炮德 好了,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匹马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们会买到的彩词 就是独赢及位置的彩词 用回1WIN3P的方式 来买这匹没分的马就可以了 今次就这样买 如果大家同意同路的话 也不妨试一试 在未来的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祝大家赢多些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按钟仔 还有like,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条片再见,bye bye 下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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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条片